水龍頭裡的水越來越小 平安夜這天受到冷氣團影響 全台都好冷 但這樣的水量住戶根本沒辦法洗澡 事情發生在台中南區移動興建豪宅 這裡一坪54萬是這一區的高價位 但是24號晚上10點多 好幾戶民眾在社區群組通報 水沒有了 甚至還有人洗澡洗到一半停水 寒冷的天氣下讓他們直呼受不了 我們三歲的小孩都沒有辦法洗澡 因為我覺得說在這麼天氣 這麼冷的狀況之下是非常不方便 整個建安內連結八棟大樓 其中有六棟大樓馬達出問題 造成水整整停了十個多小時 二十三戶受到影響 但不只冬天停水問題 有住戶指控 交屋之後 裡面的公社也狀況百出 不只停車場一直漏水 頂樓曬一響還裝設幾十顆的馬達 這個噪音讓樓下的住戶車也難眠 五月才剛交屋的房子不斷傳出問題 讓當初購買的民眾無法接受 建設公司回應當初有部分住戶提出 整個大樓目前已經完成交屋公社的裝修也接近完工 但住在裡面的民眾只希望 他們住的空間是安全又安心的環境 建設公司也承諾在二十九號的社區會議上 會瞭解住戶的需求配合改善 華視宣傳余局謝憲宗台中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